即时新闻综合报导 俄罗斯气象监测委员会 Rostje Dramat 周一20日招任 9月底在该国几个地区发现 极高浓度的放射性同位塑料106 Rufinian-106 但俄罗斯原子能委员会表示 该国的核设施没有发生事故 综合外媒报导 委员会表示 俄国阿尔加亚圣 阿卡尼亚什 汉诺夫格米-Novagoni的监测站 在9月25日至10月1日 侦测到放射性气旋维利 调查发现是放射性同位塑料106 这证实了欧洲11月有关辐射污染的报道 委员会指出 车里亚宾斯克州 Chiliabinsk的村庄阿尔加亚圣 记录到最高浓度 了106到达污染极高程度 超过自然环境中污染的986倍 俄罗斯原子能委员会 则表示 该国的核设施没有发生事故 距离阿尔加亚西监测站约30公里的马亚科 马亚科核设施也声明了106辐射污染 与它无关因为该设施没有进行与老有关的工作 马亚科核设施在1957年发生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之一 委员会也指出 在达达斯坦共和国 特杰斯坦和俄国南部侦测到的同位素 从9月29日开始散步 最后会抵达所有的欧洲国家 起自意大利一路到北欧 法国辐射保护与核子安全区 IRSN11月9日表示 9月27日至10月13日 在法国侦测到了了106